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语第四册的第十二课了 就是lesson 12 banks and their customers 银行和顾客 咱们出国以后可能不论是工作还是学习 都离不开跟银行打交道 这棵树值得咱们好好看一看 首先打开书到七十页 跟老师来看一下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 动作快一些 七十页 Now read after me 跟我念 Current Current Account Account Cash Cash Check Check Debtor Creditor Creditor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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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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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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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men Specimen Forge Forge Forgery Forgery Ad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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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li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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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极了 这是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棵树其中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就是咱看特别高频而常见的 在银行业里用的特别多的词 当前的 现在的 或者流行的 跟老师大声在读一遍 Current Current 当然英国人会读成Current Current 但美国有个儿化运读成Current 当前的 现在的 流行的 那么他表示这个本意呢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意思 咱们看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Current Problems 当前的一些问题 就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还有先Current Events 或者叫Current Affairs 就当前发生一些事件 咱们叫时事 大家要关心时政时事 可以这么说 这个Affair注意 这是多一词 Affair这个词 不但可以表示 桃色新闻男女之间的一些 这个事情 就是那些桃色的 浪漫的那些事情 也可以表示 重大一些政治事件 时事都行 在这是第二个意思 表示重大的一些政治事件 公众性的事件 还有像 Current President 表示现任总统 当前正在任上的这个总统 这是表示这个 或者当前的 现在的 流行的 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词 在银行界用的特别多 尤其指账户 活期账户 什么定期账户 这几个词 咱们看一看 这个我们到外国开账户 首先的问是 开哪种账户 首先这个 活期账户 上面两个意思类似 都是指活期的 这利息很低 甚至没有利息 但随时可以支取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urrent Account Current Account 后面这个Account 本身就是账户的意思 再读一下后面这个词 也是一样 类似活期随时支取的账户 再来 Checking Account Checking Account 后面两个 咱们叫定期账户 这个不能随时支取 但利息一般相对高一些 跟老师大声对面 Savings Account Savings Account 再看后面一个 Deposit Account Deposit Account Deposit也是咱们一会儿 要讲的一个词汇了 这个都是表示银行账户 前两个是活期 后面两个是定期账户 跟中国的活期定期类似 那还有一些 我们在银行里 经常要用的一些 固定的一些用法 比如说开户修户 开一个账户 叫open an account I'd like to open an account in your bank 我想在贵行 开一个户 就打开 用开门开窗户 这次就好了 有个连读 我们大诗里面 open an account 那个open na na 连到一块了 在那边 open an account 这是这个开户 但是修户呢 叫close an account I'd like to close my account because I'm moving 因为我搬家了 所以要修户 我们在大声度下 close an account close an 也是连到一块 在那边 close an account 好 这是我们在银行里 开户和修户 基本的操作 还有我们经常就说的 我在银行里要存款 这存款呢 有好多词 比较正式的一个词 就刚才咱们看到的 这个deposit 比较口语化的词 直接用bank 当作这个动词来用 也是存入银行 就存款存进银行 这个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先读第一个 deposit deposit 李老师说过 在单词末尾的这个t 还有d 如果读快了之后呢 会失去爆破 所以读快之后 这个z 舌尖顶住 把这个t失去爆破了 我们来一遍 deposit 好 是这么一个声音 比如说 You'd better deposit your money 或者比较通俗的说 You'd better bank your money 你最好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慢慢的 你的钱慢慢放手里都花了 最好把钱存起来 这存入银行 同样的说取款呢 取款咱们比较正式的说法有两个 第一个叫draw 第二个就withdraw 都行 后面的借词搭配跟from搭配 就是从某个银行或某个账户里取出多少钱 这个搭配比较正式 还有一个比较口语化的通俗搭配 to take 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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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这个结构 这个take呢 替换前面那个draw withdraw out of 替换from 就从某个银行或账户里取出多少钱 那么前面两个比较正式一些 比如说 他从他的银行账户里取了100美元 第一个搭配我们可以叫 He drew or withdrew $100 from his bank 或者from his bank account. 我们跟银行或账户都行。 至于这个draw, drew, join 不规则动词。 这个withdraw的动词搭配形式可能一样。 withdraw, withdrew, withdrawn是一样的。 他从银行账户里面取出一百美金。 用第二个搭配在一块说一说。 He took $100 out of his bank or out of his bank account. 他从银行账户里面取了一百美元。 这都可以用。 这是取款可以这么来说。 就从银行账户取出多少钱。 相关搭配,咱们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记住就好了。 同样的取款这么说,如果要是透支,取得太多了。 我们把吴亦存的over,超过了,就透支了。 我们代上那边,overdraw,就透支了。 你比如说,my account is overjoyed by $200,我的这个账户透支了两百美金。 这个搭配叫be,overdraw,后面借词叫buy,就透支了多少钱。 我现在欠银行两百美元,透支了,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一个在本文中出现的另外一个生词,顺便同时记住,就是把支票兑换成现金。 可以用动词cash,或者用动词incash,有类似含义叫兑换现金,把支票换成现金。 我们经常说to cash a check,或者to in cash a check,把支票兑换成现金。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cash,做名词就是现金。 再读第二个词,incash,都可以表达支票兑换成现金。 这个支票呢,咱们在这用的是美式拼写。 那英式拼写呢,我们看到在生词表里有,生词表里边,我们这个,你看在七十页上面,左侧第四个字,这个c-h-e-q-u-e,这是英式拼写。 美式拼写更加简洁,它跟检查那个词,发音拼写就都一样了,这个check,都是支票的意思。 好,这是在银行界里面相关的一些这个动词,可以放到一会儿,大家记住。 第一个词,跟老师,我们看到这里。 好,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也是银行界的一个常见的术语。 叫做债务人,或者是借方,就是你欠别人钱了,你就是一个借方。 你现在欠银行的钱,你就属于一个,就是债务这个词,我们叫or就好了,特别好记。 我们大时间读一下,datter,datter。 大家注意,中间这个b is silent,这个b不发音,所以不要读datter, 连失去爆破的口径都没有,没有这个声音。 再来面,datter,datter。 好,这就是债务人或者借方。 读快乐之后呢,这就是中间这个字母t,还会轻轻着化真的d,这个声音。 在里面,deadder,datter。 两个发音都行。 那咱们看什么叫债务人呢? 看个英文解释。 就是person who owes money to somebody,欠别人钱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债务人或借方,他欠别人钱了,他陷入于债务之中。 这个人是借方或者债务人,是这么来说。 我们看它的相关的一个词呢 就反义词了 债权人或者贷方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creditor creditor 这个叫贷方或者债权人 什么意思呢 英文解释是 person to whom money is owed 就是他呢 把钱借给别人了 别人欠他的钱 这个人是债权人或者贷方 他的钱借给别人了 这是creditor 相关的这么一组词 那么我们可以跟他 另外一个词同时记 就是把钱寄入到债权 寄上客户今天取走的钱 这个动词叫debit 我们生死中有 顺便同时记住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debit debit 就是把钱的寄入到债权 什么意思呢 就寄上今天客户支出的钱 这在银行界里用的特别多 今天客户取走了两万美金 把它寄入到债权 他今天是从银行拿走钱了 是这么一个 那读快了之后呢 最后这个t会失去爆破 咱们讲了 单词末尾的t 还有的 读快了就失去爆破了 在大声里面 debit debit 你看读慢了是debit 读快是debit debit 舌尖顶住就好了 就是把什么什么寄入借方 寄上客户今天支出多少钱 咱们看看例子怎么用 debit one hundred dollars one hundred dollars against mr smith's account 记上 史密斯先生金钱 从账户取走了一百美金 注意 debit 后面可以加钱 说后面加against 再加这个后面的某人的账户 因为取走钱对的账户是不利的 用against这个词特别好记 或者这么写 这么写 这么写 行 debit mr smith's account with one hundred dollars 在debit后面 既可以加现金 也可以加上呢 这个人的账户 给史密斯先生账户 记上 借出一百美金 这两个搭配都正确 这是寄入到借方 记上取走的钱 叫debit 那么同样这个词 可以当名词来用 当名词来用呢 就是账户的借方 就是我们在存值 往往有这么一列 是借出这个款 借出这一列 账户中提出的款项 我们都看在存值里面 放有两列 一列是存入的 一列是借出的 那么借出的 那么这么一列 这么借出的款项 叫做debit 说账户的借方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就有它相关的词了 就是把什么什么 记入贷方 记上客户存入的钱 客户把钱存到银行 等于把钱贷款给银行了 这时候用这两个词 大声来面 credit 读块了之后呢 同样的最后这个 失去爆破 在里面 credit 就是把什么什么 记入到贷方 记上这个客户存入多少钱 咱们看看搭费 这个搭费比较简单 credit Mr.Smith's account with $100 还是credit 一般就直接跟某人的账户 后面加记住with 再加钱数 记上哦 史密斯先生 今天在账户里存入了100美元 就记住到他存入这一方 他把钱等于带给银行了 对吧 然后这个词做名词呢 就是账户的贷方 就记住存款的这一栏 或者是账户中存入的款项 都用这个词 这是银行界的术语了 咱们到了外国 跟银行打交道 应该明确 再读一下 credit credit 好 这是相关的这么一组词 同样的这个credit 这个词呢 多名词来用 是银行的这个贷方 或记录 这个账户中存入的款项 有个固定搭配 顺便可以记住 就是your account is in credit your account is in credit 什么意思呢 您的账户里现在有余额 in credit 就是你在给银行存入这个钱 把钱带给银行这方面 是有剩余的 就是您的账户现在有余额 就这么一个 叫be in credit 做固定搭配 可以把它记住 好 这个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常见的一个名词 叫责任或者义务 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obligation obligation 这个词大家可能一般都认识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词 该怎么来使用 这个技术 它搭配和用法 首先呢 这个obligation后面搭配 可以有两个 第一个后面可以加借词to 对于某人或某个组织的这个义务 obligation to 我们加名词 第二个呢 加动词不定是to do 就做某事的这个义务 两个大体都可以 那都很常见 比如说看一些例子 America's obligation to its allies 美国对于他的盟国的义务 他可能美国跟盟国签订的协议 但这个事是美国必须做的 这个ally A-L-L-Y 是单数 副数去掉Y 比较I-E-S 联盟盟国 这个意思呢 好 同样的后面加动词不定是to do 也用的很多 有义务去做某事 顺便可以连有义务这大批 同时记住 你比如说 Employers have an obligation 或者是b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do something 你看 have an obligation 或者或者be under an obligation 后面一般都是叫to do的 去干嘛呢 Employers have an obligation 或are under obligation to treat all employees equally 就是这个雇主老板 有义务对所有的员工雇员 平等的对待 这是雇主老板应该做的事情 有义务做某事 把它搭配顺便 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举于反则多看几个 跟义务经常常见的用法 咱们这单词就活了 比如经常说旅行义务 旅行某种的义务可以用什么呢 这个动词很灵活 可以用meet 可以honor 神圳动词fulfill meet one's obligation honor one's obligation 或fulfill one's obligation 就好了 同样的honor 这是用美式拼写 英式拼写 后面or或者our 中的onor onor 这是英式拼写 英式拼写fulfill呢 是fulfil 后面是一个l 美式是两个l 但是英美人互相之间 是能够听得懂 能看懂的 同样的我们经常说责任感 叫sense of obligation 责任感可以这么来说 同样的我们说 这个法律方面的义务 叫legal obligation legal是法律方面的 这是用形容词限定 还有道德方面的义务 或道义方面的义务 叫moral obligation 对某人付法律责任 还有道义上的责任 道义上的义务 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我们经常说的 互相之间的相互的义务 你像夫妻之间 有相互 相互扶持的义务 子女和父母之间 互相之间有义务了 父母有护养子女的义务 子女当父母老的时候 又赡养父母的义务 相互之间的义务 这相互的可以用mutual 或者reciprocal都可以 我们大声读一下 mutual obligation 互相之间的义务 或者用这个 reciprocal obligation 好 我们再读一遍 可能不好读 mutual obligation reciprocal obligation 好 记了 这是互相之间的义务 这经常我们用这儿一个词 但是大家可能 同学就有疑问 说老师 指责任义务 好几个词 你像duty 有obligation 还有responsibility 这几个词 好像都有责任义务的意思 在用的时候该怎么区分呢 这比较好区分 duty这个词 一般强调主动承担的这个义务 我说做的事是我的义务 是我的责任 它更强调基于道义 道德良心上的责任 义务 更强调自觉主动性 It's my duty to do it 做的事是我的责任 更强调主动自觉性 这道义上的良心的 出于良心的这个义务 更强调这个意思 而obligation呢 它来自强迫 obligge 这个动词 所以这个词一般都抢到 不得不履行的这个责任义务 比如说因为你签了一个协议 就必须得这么做 不这么做不行了 那个协议好 把他绑住了 这个是被迫不得不去履行的这个义务 叫obligation 而这个responsibility这个责任呢 它更强调某人应该为某事成败负责这个责任 负责任 这个responsibility 它来自于为某事负责形成什么 be responsible for something 这个责任更强调应该为某事情去负责这个责任 所以把这几个责任义务可以做个简单的区分 好 这个单词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复杂的情况 或者双方产生的纠纷 这么一个 大家都知道它的形容词形式叫complicated 错综复杂的 最后名词就是复杂的情况 甚至表示双方的纠纷 大声来读一下 complication complication 这个注意 这个词如果表示双方的纠纷 大家记住习惯上是用复数的 习惯是用复数的 一般用复数 这些常见搭配有 你比如说看下例子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parties 两党之间产生的纠纷 还有呢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两国之间产生的纠纷 注意 这个词习惯用复数 同样我们再看一些常见搭配 往这搭配看完之后 咱们这词就活了 会用了 咱们不是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吗 这个搭配咱们见过 这么用 咱们再动就放心了 比如说 legal complications 大家猜也能猜到 法律上的纠纷 双方产生了法律的纠纷了 对吧 还有呢 avoid complications 要避免产生纠纷 对吧 咱们把丑话说头了 避免咱们以后有纠纷 可以这么说 就动词了 对吧 cause complications complications 引起了纠纷 注意 都是用复数哦 引起了导致的纠纷 那还有呢 像produce further complications 这些常见搭配 就产生了进一步的纠纷 这双方呢 本来第一个纠纷被解决 产生了进一步的纠纷 就是complication 常见搭配 希望把它记住 但complication这个词啊 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常见意思 顺便可以记住 就是疾病的并发症 像糖尿病呢 病重的时候 往往有些并发症 并发症也是复杂的情况 注意习惯也是复述的 就是complications 我们看例子 If diabetes is not treated properly complications will set in 如果diabetes 就是糖尿病了 读快了之后 会着化的diabetes 这糖尿病如果没有得到 适当的治疗的话 那么这个并发症呢 就会出现 这个set in 一般是有贬义词的味道 就是一个倒霉的事情 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开始产生并存在 持续下去 叫set in 这么一个搭配 那我顺便把这个搭配 把一些重点词读一读 我先读一下糖尿病这个词 答上来没 diabetes diabetes 当然读慢 叫diabetes 那一般会着化 中间发dad in diabetes treat是治疗 set in 表示倒霉的事情 开始存在 并且持续下去 叫set in 固定搭配 这是complications 这个词啊 我们顺便看一看 它呢 是有自根的 我们先看看它同根的动词 还有它的形容词形式 同根的动词叫使复杂 使某个事情变得错终复杂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omplicate complicate 再读形容词错终复杂的 complicated 读快了之后呢 最后这个字母d 又会轻松着化一下 就舌尖顶住憋住气 当成了没 complicated complicated 你看老外一般是这么读的 同样你看中间这个字母t e d 这个t 轻轻着化着d 最后这个d 反而失去爆破 听不到了 所以td 我们听的是d d 中间这个字母t 着化 最后d 顶住上牙膛 不得憋住气 再来没 complicated complicated 你看这complicated cated 这么一个声音 而不是cated 这么来读 这个呢是错终复杂的形容词 这个词有字根 什么字根呢 这个plic 这个字根很有趣 它表示fold 折叠的意思 看到这个平行 知道吧折叠 cum 还有con 一样 可以变成在一起的意思 但是如果后面是字母b 或者是字母p 一般就不能有con 而用com 因为b还有p 它要闭嘴的 com一闭嘴 就是am的声音就来了 所以呢 在p和b字母前面 不要出现 n一般都是am 这么一个 那么刚好是折叠到了一块了 是复杂了吧 本来是一张纸 平整的单单张的纸 都折到一块去了 是不是复杂起来了 叫complicated 后面ate是动词字根吧 就好了 对吧 我们再多看几个 比如这个动词里边也有折叠这个字根 叫implicate im或者in是表示到里边来了 同样的因为后面是字母p 或者是字母b 前面就不用in 而用am 这是什么呢 折叠到里边来了 这个叫牵连到了某人 牵连进了 牵连进去 把他折到里边来了 一块都折叠到里边了 进来了呗 牵连牵连某人 大声读一下 implicate implicate 对吧 牵连某人 我们看个例子 他被牵连到了这起罪行之中了 he was conimplicated in the crime he was implicated in 被牵连到了某个 什么罪行啊 什么犯罪情况里边去 这个搭配顺便给记住 就被折叠到里边来了 对吧 非常好记 这是牵连 还有另外你看 我们变成explicate 这个词很有趣 我们知道ex呢 表示这个向外 外边出去 因为出口叫exit 对吧 刚好往外折叠开 原来的折的一块 只会把它打开了 折叠开了 把它往外打开 刚好这个词可以表示 解释 阐释 或者说明 对吧 原来的这个东西 折到一块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给你拆开 让你看看里边 对吧 向外打开 叫阐释 或说明 我们大声再读下 explicate 同样看例子呗 The teacher is explicating an abstruse poem 老师现在正在解释 或者正在说明 一首深奥的诗 学生看不懂 老师把这深奥的诗 给你打开 让你看看 对吧 abstruse 叫深奥的难懂 叫hard to understand 这个意思 我们顺便把这词读一首 abstruse 同样这T2 会轻轻主化成D2 这个声音 这是解释咱们多好几 往外把折叠好的 向外把它打开 是这么来个 还有一个复制 或者重复做 叫做duplicate 这个plic还是表示 折叠到一块 这个du跟那个bi类似 它都可以表示 两个双重的 刚好这个叫复制 或者重复做模式 我们大声读一下 duplicate duplicate 复制重复做 那为什么 把两边折叠到一块 变成两个了 复制某个东西 或重复做 比如说 he duplicated his former mistakes 他又重复犯了 他以前的那些错误 再次做重复做 或复制某个东西 叫再读一遍 duplicate 好 这个非常好记 我们再看一个 还有一个叫supplicate 我们知道sup和sub 意思一样 都可以表达向下的意思 刚好向下折叠 往下折叠 指这个人呢 向你鞠躬了 向下折叠下去 所以这个动词 可以表示祈求 或者恳求的意思 多好记忆啊 我们答应来 supplicate supplicate 向下折叠 弯腰了 这个催眉折腰 这个感觉 祈求或恳求嘛 这个意思 那你比如说 I supplicated her forgiveness 我恳求 得到这个女孩子的原谅 祈求 或者恳求 叫supplicate 好 这几个相关的 都有这个 PL 这个PLIC 表示折叠放在一块 是不是记起来快多了呢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样品 样本 或者说标本 我们跟老师大声 先读一下 specimen specimen 记住 表示样品 标本 而且咱们记住 表示这个含义的时候 它跟另外一个名词 是可以替换的 就是sample 这两个词 表示这个含义 是可以替换的 样品 样本 或标本 分别在大声度下 specimen specimen sample 好记得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在银行里边 a specimen signature 这是一个签名的样本 就是客户 在这签一个名 我记起来之后呢 这个支票 是不是客户 来签的字 我就能辨认了 或者叫 a sample signature 也行 signature表示 某人的签名 一个签名的样本 同样的 在医学里面 用的很多 比如说 a blood specimen 也可以叫 a blood sample 咱们才能猜到 这是一份血样 对吧 验血 给手指扎破了 取了这么一点东西 叫血样 还有呢 a urine specimen 或 urine sample 这尿样 我们去验尿 弄个小碗 弄一点尿放在里边 这尿样 样本 样品或标本 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顺便可以把尿液 这个词大声度下 urine urine 的动词 排尿 就urinate 把后面的字母 e去掉 或者ate 但一般在医生 才这么说 排尿 生活中不能说 I'm going to urinate 我去排尿去 这一般不这么说 但是这个尿液 其实叫urine 这么一个词 这是样本 样品 或者标本 有这么一个意思 但注意 这个sample 意思更多 如果在超市里面 是表示免费试用的 小份的商品 比如这个 火腿肠肠切 小块让你尝尝 这洗发水 给你个小包 回去先试用一下 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不要用specimen 一定用sample 这个词 它是比如说 samples of a new shampoo 一种新的洗发水的 一种试用装 就小包装的 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叫sample 而一般不用specimen 把这两个词 把它相同和不同之处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跟老师看到这儿 好 下面我们一个重点词 再来看一看这个 领养 或者是采取 采用 或者还有的时候 表示正式批准某个东西 我们跟老师 大时间读一下 adopt adopt 意思很多 第一个可以表示领养 我们就领养一个孩子 养子 对吧 第一半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领养一个孤儿 adopt an orphan orphan怎么说 叫做孤儿 领养 短期有动词来用 同样的 养子呢 可以用它的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来用 叫adopted son adopted son 养子养女 当时adopted daughter 就好了 但是有的时候说养父母 那就不能说adopted 因为adopted是被领养的 父母不是被领养的 养父母一般可以这么说 叫adopted parents 或者adopted mother 养母了 这是养父母 对吧 用adopted领养关系的 或者有的时候用foster 我们加联子符也行 foster parents 叫做养父母 或者foster father foster mother 可以这么说 就是foster呢 做动词也可以表示领养的意思 那么在这儿 就像个连字符放在一块 养父养母 养父母可以用这个 但是派生意呢 它经常可以表示采用或采纳 把这个孩子放到我家了 我来养活他 这方法拿过来我来使用 不是类似吗 采用或者采纳 有这个含义 比如说adopted a new idea 我们采用了一个新的观念 采用了一个新的想法 可以这么说 对吧 采纳新的想法 或者采用新的技术 adopt a new technique 采用采取采纳 可以用它 这跟领养类似 把它拿过来用了 对吧 那另外呢 我们在本文中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正式的通过了某个东西 正式的通过了 尤其是通过一个审核之后 正式这个东西通过了 比如说 the Senate unanimously adopted the committee's proposals 就是参议院一致地通过了这个委员会 它的这个提议 这个决议 这个 Senate 表示参议院 unanimous叫做一致性的 或者一口同声的 加负词 这个加ny 或者负词 就一口同声的一致力 这个摆这两个字分读一下 先读一下参议院 这个词 Senate 当然读骂了就Senate 读回来Senate Senate 最后那个t失去爆破 再读一下 那个一致的 一口同声的 先读形容词被ly去掉 unanimous unanimous 然后再加上ly 变成负词 unanimously unanimously 就是参议院一致 一致性的通过了 正式通过吗 通过了这个委员会 这个决议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adoption 也用的特别多 它一般都表示 对某人的领养 或者表示对某个东西 的采用或者采纳 都用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adoption adoption 但英国人都用adoption 每个人变成adoption 比较啊 这个声音 两个翻译都行 领养或者采用或者采纳 都行 我们看一个例子 看这里面怎么翻译 This textbook has adoptions in many countries 就这本教科书怎么样呢 在很多国家都有对它的采用 就是这个教科书 在很多国家都采用这本书 在中文中可以把这名词 当动词来翻译 咱们都知道 中国人喜欢用动词形式 很多国家都采用了 这本教科书 这是当名词来用 叫adoption 有这样一些用法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词的一些 行进词 还有发音类似的词汇 adopt动词 它有一个词 跟它拼写翻译类似 把那个字母O 换成字母E 这变成熟练的 和内行的 我们大声都叫adapt adapt 反正 这个声音 我们搭配的 一般是be adapted at 或者be adapted in 在某方面很熟练 很精通 很内行的 就类似我们说be expert in 在某方面很专业 很内行 很熟练 还有一个是动词adapt 口型更大一些 这是适应改编 或者使适应 这个词 集物不集物都行 适应了什么 后面直接可以加这词to 使适应呢 adapt something to 或者用被动 be adapted to 都行 总之这个 集物不集物都行 也可以表示改编 改编某个小说 改编剧本 这也行 注意这是动词 口型比较大一些 咱们比较一下 现在都熟练的 adapt 再读一下使适应和改编 这个词 adapt adapt 他翻译 这个声音了 对吧 比如说 she quickly adapted to the new climate 这个女孩子迅速的 适应了这个新的气候 注意在这 是不集物动词 表示适应 在这直接加接触 是正确的 因为它可以当 不集物动词来用 同样的我们再看看 看一个集物动词用法 the movie was adapted from a novel 这部电影 是从一部小说 改编来的 be adapted from 是从什么什么 改编来的 注意adapt 表示使适应改编 动词 adapt 熟练的 内行的 但本文中adapt 表示领养 或采用采纳 或者正式通过 这几个 行进发音的词 把它记住 别搞混了 好 这个词 我们跟老师 就看到这 下面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 使某个事更容易 就make something easier 这么一个感觉 注意这是集物动词 我们打上来 facilitate facilitate 就是使某个东西 变得更方便 更容易了 这是集物动词 我们看例子呗 比如说 modern devices facilitate domestic work 当代的一些设备 对吧 怎么样呢 使得家务活 家庭工作变得更加 容易 更方便了 现在有什么洗衣机啊 有什么什么电动的扫地机器人啊 等等等等 使家务活变得更轻松了 使它更容易了 叫facilitate 使某个东西变得更方便 更容易 它的这个名词形式 就是facility 它一般这个词用付出常见一些 就使某个事情 更加容易便利的这个设备或设施 我们常说设施 就是这个词 这词用的特别多 它同根的名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facility facility 这种设施 我们有很多 很少是一个 所以这个词习惯上 用复数 就是使某个东西 更加便利的设备或者设施 我们看一些常见的搭配 你像drainage facilities 叫排水设施 drainage 咱们在三测的第三课 无名女神讲过 叫排水的意思 对吧 同样的 medical facilities 就是医疗设备 或医疗设施 可以这么说 对吧 再比如说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娱乐设施 大型的娱乐器械 娱乐设施 recreation 就是娱乐嘛 recreational 就是娱乐的 对吧 再比如说 public health facilities 一些卫生保健的一些设施 包括一些什么 什么卫生所啊 大型的机器啊 都算这个设施 时 我们看病更便利 更方便的这个设备 或者设施 可以这么说 对吧 甚至食宿设施 Lard and eating facilities 食宿设施 包括一些什么食堂啊 饭馆 小旅馆 这都可以叫做facilities 食饭和住宿更方便 更便利 这个设施 未必只机器啊 建筑物放在里面 也算这个设施 Lard and eating 住宿 一挺是吃了 就食宿的一些设施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个两个词都来自于一个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叫容易得到的 因而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 还是来自于容易的 这个两个翻译都行 前面重音都在前面 这么一番 英国人都说fasile 美国翻译更简单 变成fasile 因为I-L-E在英识法 I-O 美识一般法O 这个声音 在大词那边 fasile 再读美音 fasile 好 它表示 easily obtained or achieved 很容易获得或很容易取得的 因而呢 可能就不被大家所看中了 因而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 对吧 比如说 a facile success 一个很容易得到的成功 大家往往就不珍惜了 轻人一举就获得了 有这么一个 大家看到这几个拼写都特别像 它确实有一些重要的字根 比如前面这个fac这个字根就特别常见 出现这个拼写一般都表示make 表示制作或制造 这么一些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看 大家都熟悉的词 比如说manufacture 可以表示制造 这个manu manu 咱们三次都讲过 manu这个字头表示手 hand 用手来做 刚好叫制造 但古代呢 是手工制造 但当代呢 manufacture一般只在工厂里 用机器大规模的批量制造 但确实是来自做 fac这个字根 还有呢 benefactor bene b-e-n-e 一般表示good 比较好的意思 做好事的人 这个往往叫什么 施主啊 行善者 做好事人 捐助者 施主 后面这个词叫作恶的人 或罪犯 叫manufacture 因为m-a-l-e 慢慢表示不好的 恶的 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字母义 去掉m-a-l 也行 m-a-l 或m-a-l-e 表示不好的 我们先读一下 这个捐助者或施主 做好事 行善的人 benefactor benefactor 做好事的这个人 再读一下 这个作恶的人 罪犯 manufacture manufacture 这个你看里面都有fac 这是质 这都是做的吗 就是表示make 这个含义 好 我们下面看呢 这个单词后面 还有一个i-l-e 这个评写 它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词根 什么意思呢 i-l-e可以表示 容易的 异于什么什么的 你看这样的单词 也特别多 比如说 大家很熟悉 这个肥沃的 英国人都是fertile 美国人都是fertile 英式发现前面发er 后面呢 他发ile这个声音 中间不着化 打上来一遍 fertile fertile 美音呢 前面加儿化音 都是fer 后面字母t 主要是daddy 后面i-l-e 还是bo-o 所以这么读 fertile fertile 肥沃的 fertile land 肥沃的土地 这个fert 这四个字母 放在一块 可以表示bear bear 在这叫bear fruit 结果实的意思 容易结果实的 当然是指土地 很肥沃的 叫fertile 或者fertile 对吧 还有像易碎的 叫fragile 当然美国人可能会读中fragile 都行 我们打诗了吗 fragile fragile 叫易碎的 多少记 前面的f-r-a-g 在四个字母放在一块 不表示碎片吗 咱们三册第三个 是不是讲过 碎片的名字叫fragment f-r-a-g-m-e-n-t 叫碎片 刚好呢 容易碎的 叫易碎的 就好了 还刚才这个fragile 或者fragile 就好了 刚好呢 这个f-r-a-c 是做 制作 去做这个事情 r-r-a-o-e 是容易的 容易去做的 刚好翻译成 容易得到的 容易获取的 那么使某个东西 变得更方便 fragile 使它更容易 使做起来更容易 使事情更便利的设施 叫fragile 复数 num facilities 这就好记了 所以这个词 有重要的词根 以及它的动词 本身的用法 和名词的 一些常见搭配 什么什么设施 见过之后 咱们的同时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书生词段语 温老师就看到这里